嗡嗡的苍蝇声在耳边缠绕 黄文一巴掌拍过去 被他逃了 烦 真烦 黄文最近焦虑极了 他往头上一抓 就是一把头发 掉头发持续好几年了 这几天呢 因为心情问题更严重了 黄文今年三十五 本是个保险经理 但这两年呢 行情不好 他被开除了 嘟的一声 他刷过小区门禁 保安小刘 麻木的看他一眼 没打招呼 就像是一团空气 在他身边吹过 这老小区里边的物业人员 就像一群退休大爷 工作态度和动物园里的河马差不多 但至少人家还有工作呢 黄文心里很不爽 但在这样的大城市 能住上一百平米的房子 已经足够令人羡慕了 即使这房子是岳父给买的 电梯很挤 一个穿运动背心的丰满女人 挤在他身边 黄文悄悄的看他一眼 汉把他整件背心 都湿透了 到家的时候 鱼林正在做菜 他在一家不大不小的直播公司当中层 公司就在两公里以外 站在阳台就能看见 菜很快就端上来 番茄炒鸡蛋 一个肉菜也没有 几只苍蝇飘上来凑热闹 被鱼林扫开 他重重的关上了窗户 别开窗 夏天很多苍蝇 他仿佛心情也不太好 黄文看着他身上的黑色 纱织连衣裙 觉得还挺好看 鱼林虽然已经三十多了 但依旧很美 他刚想找点话题 鱼林先说话了 面试怎么样 那家公司我看不太行 是公司不行 还是你不行啊 接下来整顿饭都很沉默 黄文洗完碗之后 紧紧的挨到鱼林身边 温柔的抱住他 鱼林缓缓的把他推开 别闹 约了朋友 鱼林很快就出门了 他最近有点不高兴 很久都不和黄文亲热 不是出门就是躲在书房 不知道在做什么 黄文觉得窝囊 都怪那家破公司 辛辛苦苦苦干了十年 说辞就辞 黄文独自坐在客厅 生着闷气 最后决定消遣一下 他回房间 打开手提电脑 顺手带上门 熟练的打开了一个直播网站 这是黄文的一个小爱好 鱼林一直也没发现 很快直播页面出现一群着装性感的女孩 各式美女 琳琅满目 网站不是说非法 但也有点打擦边球的意思 主播们都很讲究节目效果 毕竟这关乎他们的收入 他们有的喜欢玩户外 有的喜欢唱歌跳舞 还有的会什么耳朵按摩 就是在你耳边说一些小俏皮话 黄文很喜欢 看这些呀 也不是因为厌倦于林 他只是跟很多男人一样 喜欢找点刺激 他自认比出轨的男人安分多了 偶尔呢 他还会打赏一些主播 只不过最近手头有点紧 他只能跟着大款在直播间白嫖 莉莉亚是他最喜欢的主播 人美生甜 时不时的还玩cosplay呢 他甜美的声音 让黄文有点飘飘然 突然出现的广告 让黄文有些气恼 他点关闭 没想到又弹出另外一个网站 弹窗广告的套路 他很熟悉 平时他都很谨慎的找到正确的关闭按钮 只是这一次失误了 弹出来的页面很古板 就像最老的windows系统的设计 logo呢 是一只空洞的眼睛轮廓 他迫切的想要关掉弹出的网页 却发现一个诡异的画面 他的眼球被死死的抓住了 打开的画面中 一个女人正在沐浴 彩色的不算高清 但女人的脸部轮廓 还是能让人认出来 左下角的时间是时时的 见鬼 这难道是偷拍 理智和道德都告诉黄文 这是不对的 黄文还是多看了两眼 觉得有些奇怪 镜头仿佛是从外面拍进去的 这个泛黄的外墙 怎么这么向我们小区呢 女人拨开头发 那张脸让黄文吓一跳 这是电梯里穿运动背心的女人 这是他们的小区 这不会是恶作剧吧 女人旁若无人的继续洗澡 黄文咽下口水 她发现画面右下角 还有人数提示 只有一个就是她 这很像是一个监控系统 准确的说更像一个直播间 她开始研究这个直播网站 原来她还能选择任意的房间号 选择楼道 在这个小区范围内 只要她想看的地方 画面都会转播 甚至包括她的家 她在镜头里还看见了自己的脸 连错愕的表情也是那么清晰 她急忙把窗帘拉上 莫非是物业搞的鬼 要不要报警啊 黄文在犹豫 这个神秘直播间 似乎没有别的观众 没有观众 那就不影响别人 黄文很快说服了自己 决定再观察一下 将近十点 于林回到家 黄文急匆匆的 把记录都删除了 迎了上去 自从那天起啊 黄文就像着魔了一样 每天呢 她等于林出门之后 也不去面试 立马就躲进房间里 打开那个神秘网站 开始窥探别人的生活 她查过一些资料 发现二十多年前 这个地段 曾经是一间精神病院 老板是外国人 以极其严密的高端监控 为主要特色 只是后来 不知为何 拆掉了 莫非这是遗留下来的监控系统 用了几天 直播间也没有出现别的观众 黄文放下了戒心 他把直播间称为天眼 因为那种俯瞰人间的感觉 就像是上天赋予他的眼睛 有些时候啊 整整一上午 他就看着一个年轻女孩 穿着轻薄的睡衣 躺在床上看电影 女孩看什么 他就看什么 他还知道 楼下的小哥 年纪轻轻就戴假发 那个爱运动的女人 每天晚上都约不同的男人回家 一楼的大厦维修工老陈 和他的猫 干着一些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 在这个小区里 他洞悉所有的人 无论外在还是内在 他看透人性 他觉得他像神 遇到有趣的事情 他都兴奋的截屏了 一天晚上 他在直播间中看见了于林 那件黑色连衣裙 是那么的显眼 但他今晚不是加班吗 黄文有些疑惑 然而等了十分钟 于林还没到家 去哪了 难道是去车库拿东西 他开始在车库寻找于林的身影 发现直播间 无法看见地下车库的影像 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天眼的死角 黄文开始着急 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他连消防通道也找了 但没有于林的踪迹 该不会是到了其他洞 黄文又把目光放在隔壁那栋楼 迅速的浏览画面 终于在一个画面上找到那条熟悉的黑色连衣裙 幸好没出什么事 但让他奇怪的是 于林怎么到了隔壁那栋楼呢 而且还在爬消防通道呢 很快于林停下来 那是六层 他走到602前敲门 是去看什么朋友吗 这么神秘 就像在刻意隐瞒行踪一样 开门的是一个男人 于林一下就扑了上去 他整个人都僵在屏幕前 他在干什么呀 他颤抖着手 把画面调到602号房间 那画面清晰的让他恶心 他的老婆一下子就扑到男主人的 怀里 两个人关上门 在沙发上就开始打滚 他们连酒店也不愿意去 就选择在他眼皮子底下偷情 黄文拨通了于林的手机 但是于林迟迟不接 于林的习惯呢 一直如此 他曾经很严肃的告诉黄文 工作时间不要给他打电话 现在想起 原来是因为这个 他忙着和别人偷情 哪有空接电话呀 苍蝇又开始在他耳边缠绕 那种烦心的感觉让他快疯了 黄文怒不可遏的冲出门 静止往隔壁的三号楼跑去 汗水浸透了黄文的内衣 他喘着粗气 却愣在了保安亭 他不知道为什么停下 也不知道待会要做什么 保安小刘不在 有个邻居问他 黄哥去哪啊 不去哪 跑步去啊 最近天气凉快 可多人跑步了 黄文盯着他 眼神有点吓人 邻居看着他一脸怒气 还以为说错了什么 让黄文冷静下来的 是一只黑色的流浪猫 他就在小区外面 黄文讨厌猫 于是他走出小区 朝猫去了 黄文把猫毛洗干净 脑子彻底清醒了 就算这件事情被他捅破 他能怎么样呢 于林大不了和他离婚呢 到那时候 他将一无所有 既然于林不仁 那我也 一个阴谋 很快就在黄文的脑子里成行 他不仅要得到一切 他还要让那个女人 得到他应有的惩罚 他现在拥有替天行道的能力 那天晚上 黄文跑完步回到家 于林若无其事的坐在沙发上 于林看了他一眼 有意无意整理了一件衣服 又继续玩起手机 老婆 黄文朝着于林一笑 怎么了 你这件衣服 真好看 接下来的三天 黄文都在调查602房主的身份 他叫陈峰 和于林是大学同学 现在事业有成 单身多年一直都住在这个小区 也许这两人早有来往 只是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黄文心想 我简直就是个傻子 这天晚上 于林说加班 黄文打开602直播间等待着 果然他又在里面 这一次他穿着亮黄色的性感内衣 和他早上出门时的衣着一样 这回 他们在厨房 甚至都来不及进房间 黄文嘴唇咬出血来了 血丝几乎从眼睛里蹦出来 20分钟 他几乎看完了整个过程 最后那两个人还一起喝起了红酒 这看来是他们的习惯 之前于林带着酒气回家 他都说是应酬喝两杯 黄文现在才明白 原来是这样的应酬 仇恨 从此在他心里扎上了根 再也无法消除 夜晚六点 厨房弥漫着高汤的热蒸气 黄文盛出一碗 把胶囊里的粉末偷偷夹在里面 粉末很快就融化了 贪吃的苍蝇又想分一杯羹 黄文厌恶的扫开 端出汤递给于林 于林刚接到电话 似乎有些着急 他得去见客户 黄文很明白 客户具体是哪一位 于林着急要走 我回来再喝 你最近是不是不太高兴啊 我太没用了 对不起你 于林看看黄文 似乎闪过了一丝歉意 结果汤咕咚咕咚的喝掉半碗 于林走之前朝他笑了 黄文心里有些不忍 也有一丝犹豫 但很快就被他扫干净 如果他真有歉意 那就不会选择背叛 他慢悠悠的回房间 拿出电脑 打开直播间 他为自己倒上一杯红酒 轻轻的抿了一口 直播间的画面 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那种模糊的诱惑力 更让人着迷 602的直播间里 男人迎上了女人 他已经准备好了红酒 两个人喝了两杯 他们还没意识到 那是死亡的药因 黄文在汤里加的是头包类药物 与酒精同服 会产生致命的双流伦样反应 男人抱着女人躺到床上 开始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酒精同样流进黄文的血液 混杂着残忍与兴奋 她的双眼死死的盯着屏幕 等待死神悄然降临 女人的状态似乎有些不好 很快 她一头倒在床上 男人看着这句赤裸的身体 吓得浑身发抖 这就是背叛的后果 黄文出一口恶气 窗外的凉风让她舒畅 俯瞰着地下的蝼蚁 她张开了双臂 她是神 她掌控一切 可一个电话打了进来 是于林的同事 她说 于林和客户喝酒时 突然晕倒 送去医院了 医生说情况紧急 什么 她真的在和客户喝酒 那602里面的女人 是谁呢 于林在诊所里面死了 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从急救室走出来 说是由于服用了头包 并且喝了大量的酒 导致器官衰竭而死 黄文在走廊目瞪口呆 就像一具行尸走肉 他更多的不是悲伤 而是恐惧 是谁在整他呢 武警官亮过警察证 坐到黄文身边 他穿着便服 那老鹰般锐利的眼睛 在死死的盯着黄文 于林吃了汗流鸡类的药物 也就是消炎药 这您知道吗 他制止发炎 这两天都在吃 但他应该知道 不能喝酒 武警官明显在怀疑他 黄文眼眶通红 一脸愤怒 那你应该问问 让他喝酒的人 黄文兴红的眼睛 瞪着那位穿着西装的男人 那是榆林的老板 听见黄文的话 他深深的低下头 不敢直视黄文的眼睛 武警官见气氛有些紧张 让老板先离开 他告诉黄文 火化事宜要推迟 有可能需要进一步实践 黄文心里咯噔一下子 还是摆出一种 被怀疑后的愤怒表情 武警官见到他的反应 也没再说别的 冷静 警察即使怀疑他 也没有证据 黄文疲惫的回到小区 可他有了担心的事情 602房间里的男人是谁 冒充榆林的女人又是谁 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 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他们清晰的掌握着黄文和榆林的行踪 甚至对榆林的装扮 走路姿势都了如指掌 难道说 他们也是拥有天眼的人吗 天眼到底又是什么呢 迷雾就像半空中的乌云 从四面八方袭来 久久不散 电梯里的人不多 黄文仍在思考 一位大妈疑惑的问 这什么呀 黄文抬起头 残破的照片贴在电梯旁边 稀疏的头发和他一模一样的灰尘衫 还有那个熟悉的厨房 他一下就把照片撕了下来 慌张的走出电梯 照片里的是他 他甚至能想象到照片的其余部分 拼凑出来的会是什么 他下药时候的画面被拍到了 家门口有封信 黄文颤抖着打开 字是用新闻报纸出现过的单字拼凑的 黄先生 四天 准备一百万 不然等着坐牢 不要打鬼主意 我们在看着你 我们在看着你 黄文任由冷水冲洒在他身上 满脑子回荡着威胁信力的话 再冰冷的水也没法让他冷静下来 让我登上直播网站 就是为了给我错误的信息 让我害死于林 就是为了敲诈我一百万 这个方法太诡异了 无法理解 这两天黄文都快要疯了 还要假装悲伤 稳定于林爸妈的情绪 恨 他恨那两个人 他们比满屋飞的苍蝇还要可恶 后来 他捧着于林的黑白照回到家 供奉在一个黑木台子上 他的面容 不会再有彩色 始作俑者 是那两个诈骗犯 没错 他必须报仇 那两个人必须死 否则 他很可能会被威胁一辈子 而目前最紧急的任务 是揪出那两个诈骗犯 最简单的方法 是去查看监控 寻找贴照片的人 可是犯人会露出面容吗 万一他轻举妄动 刺激了他们怎么办 他想 这个方法行不通 那两个人同样在用天眼 而且比他更早 也许在一开始 他和于林就在监控之中 既然能清楚的掌握于林和他的行动 并且快速伪装 说明他们也在小区内 但小区有好几百户人家 根本无法锁定目标 武警官又来了 这次问了一些关于黄文和于林关系的问题 黄文越来越急躁 万一警方发现照片 一切都完了 所有的窗帘都被他拉上了 这一下天眼也无法透视其中 可依旧没有解决问题 黄文独自坐在客厅 一根烟一根烟的抽 他盯着黑漆漆的窗帘 气得牙齿发抖 他以为他是天眼 却没想到还有眼睛在盯着他 等等 天眼 他们知道黄文在使用天眼 那么为了防止被监视 他们也会有一个举动 那就是窗帘 是关着的 黄文再度打开直播间 一遍又一遍的看 每一栋 每一层 每一户 他一一的排查 完全封闭的人家 只有十来户 他一直盯着屏幕 镜片起雾 甚至看出重影 还不罢休 正常出入门的住户被排除 剩下的四户 要么没有住人 要么就是不敢出门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黄文狠下心 长夜很煎熬 黄文喝了咖啡 还在盯着屏幕 如果要活动 他们肯定会选择深夜无人的时候 现在距离期限还有四天 那几户人 还是没有动静 黄文不免有些着急 今天早上 他把房产证抵押了 过两天就能收到一笔贷款 那是高利贷 黄文丝毫不在意 回来的时候 电梯上又贴着照片的碎片 那是给他的警告 深夜 他打开了窗帘的缝隙 看向远端那栋大厦 那是榆林的公司 至今他还没有心情整理遗物 他后悔了 我会为你报仇的 余林 对不起 余林 当天的凌晨三点 二栋五零一开门了 一个女人穿着厚外套 走出了门 身材和余林相当 这很像当时画面中的女人 黄文精神一震 就是他 那么男人肯定留在房间里 也许还在监视着他 女人坐电梯下楼 往小区外面走 黄文拿出精致的望远镜 这是一年前 榆林公司年会的抽奖礼物 镜头很快对准那个女人 却看不见侧脸 保安亭是空的 他刷卡之后 就往外走远了 可不久后 他就拎着便利店的袋子 折返回来 这次黄文终于看见了他的全身 身材饱满 眼睛很媚 皮肤白皙 他竟然越看越觉得熟悉 这个女人竟然是莉莉亚 那个靠软色情赚钱的女主播 黄文放下望远镜 一脸的阴沉 至于男人的身份 黄文大概已经有了猜测 他早就发现保安换了人 之前的保安小刘一直没有上班 他打电话给物业 打听到小刘最近经常生病请假 而那栋冒充榆林偷情的602房间 实际上一直都没有人住 陈锋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搬到外地 他的房子定期会有管理处的保洁上门 说明他家的钥匙一直托管在管理处 而保安小刘正是利用了这个空档 距离期限还有两天 一封信塞进了他的家门 后天凌晨三点 把钱放在车库C区223号车位 不许关窗帘 交易时间确定 他必须现在就做准备 黄文拉开书桌下的大柜子 拿出几本书 随后掀开了木板 下面是一个家层 陈放着他的小玩具 刀具 针管 以及药剂 准备完成之后 他拉开了窗帘 把自己暴露于天眼之下 提取大量现金 是需要预约的 手续呢 也比较麻烦 黄文忙了一个上午 提着一个旅行袋回家 这一趟他身后一直有人跟踪 估计是小刘 黄文没有理会 这一天的任务是让他们放松警惕 在小区正门 他把一封邮件给到约好的快递员手上 匿名的要求下午送打 黄文回到家 把窗帘拉开 拉开放在桌子上的旅行袋 里面全是现金 这是为了麻痹对方 接下来的时间 黄文让自己处于对方的监控之中 展示自己的诚意 一天过去了 黄文没有出家门 他在祭祀台上烧上了两根香 快了 一切都会过去 夜晚八点 他坐在沙发上 等待着时间到达凌晨三点 他一动不动 计划在脑子里不断完善 那封邮件在昨天就已经寄到 收信人估计很惊讶 但他也绝对无法拒绝 而莉莉亚 以及同伙小刘 会等她把钱放到指定的地点 并且离开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派人去取 小刘 估计是取钱的人 而莉莉亚 会在房间负责监视 等他们取到钱 以为万事大吉之后 那才是真正的开始 黄文走进厨房 切起了橙子 橙子酸的他呀 牙齿大战 汁水挤得到处都是 黄文全吃完了 那一刻时间是凌晨两点五十分 他拎起袋子 直接走出门 一路都没人 安静得很 他看着手表 走楼梯到车库 往约定的C区走去 二二三号 是个偏僻的车位 不在监控范围之内 也没有停车 估计他们物色了很久 他把钱袋放下 转身就沿着来路返回 现在是凌晨三点零四分 他走到二楼 天眼看不见逃生通道内的画面 但能看到每一层的入口 他每上一层都会出现在对方的视野之中 莉莉亚估计正在电脑屏幕上盯着他的位置 三点零八分 小刘很可能已经拿到了旅行袋 检查过里面的钱 他在折返 三点十分 这是他们放松警惕的时间 黄文的计划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小刘已经拿到钱 而我已经爬上了六楼 他们会认为我没办法对他们造成威胁 更重要的是 他们至今还认为我不知道他们的位置 时间终于来到了三点十分 楼道的灯光在一刹那全都熄灭了 黄文在笑 那人乖乖听话了 前天他寄出的一封信 此刻正在那位维修工的手里 他颤颤巍巍的握着信封 拿着手表 等待时间的到来 他站在总店闸钱 心里全是恐惧 他和他家小宝贝亲密的画面被拍下来了 有人威胁他 必须在今天凌晨三点十分 让整栋大厦停电半小时 在凌晨停电 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 而且他绝对不会让别人看到那张照片 所以在倒点的那一刻 他拉下了总店闸 那一瞬间 黑暗笼罩了整个小区 连监控摄像也全都关闭了 几乎同一瞬间 黄文疯了似的转身跑下楼 边跑边戴上橡胶手套 很快到达了A层 那是隔层 连接着一个大阳台 连接着二栋和三栋 黄文只花了三十秒 就到达了诈骗犯们的楼层 并且躲在楼梯间的阴森角落 黄文只花了三十秒 就到达了诈骗犯们的楼层 并躲在楼梯间的阴森角落 莉莉亚和小刘估计也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他们用的是台式电脑 停电的瞬间 他们会丢失黄文的行踪 未知到来 他们只会有一个举动 莉莉亚会让小刘快点回来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从楼梯间下方传来 猎物拎着那一袋沉重的现金 气喘吁吁的跑上来 她的脸上斜满喜悦 得手的快感 让她预感不到危险的到来 一只粗大的手 突然捂住了她的嘴 一根针管 静止插入她的脖子 小刘抽出了两下 彻底失去意识 情话假 那是她从一个隐秘的论坛买的 这些东西 她在很多动物的身上都用过 黄文换上小刘的衣服 戴上一顶帽子 她翻找到了501的钥匙 走到门前 莉莉亚 我们见面了 她把门打开 拎着带子走了进去 黑暗之中 一股温柔甜美的声音 扑进了黄文怀里 拿到了 拿到了 莉莉亚 亲爱的 你怎么叫我莉莉亚呀 你的声音 怎么 莉莉亚的声音开始发抖 黄文闻着那飘香的头发 享受着那柔软的身体 把她推到沙发上 你 你是黄文 是我 黄文看到桌面的手电筒 打开后放在一边 黑夜之中 瘆人的白光打在她脸上 她走到莉莉亚跟前 对方一动不敢动 我经常看你直播的 都是她的主意 和我没关系 真的 照片在哪 我们只打印了一张 存在电脑里 手机 手机也有 为什么要害我 我不想听废话 我们只是想要钱 是她的主意 你相信我 那天眼呢 那是小刘发现的 她说那样做 能挣一笔大钱 你喜欢看我的直播 你喜欢我 对吗 你想要什么 都可以哦 莉莉亚慢慢贴了上来 她粉红的嘴唇 在颤抖 恐惧和诱惑 令黄文有些迷醉 这事情还有别人知道吗 没有 绝对没有 黄文放下心 看着眼前的油雾 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来 换上那套黑色连衣裙 莉莉亚很快就换上衣服 谄媚的坐在沙发上 她知道一个不小心 她的下场就和小刘一样 老公 过来 黄文重重的压在她的身上 然后再度拿出 备好的另一根针管 锋利的针头 在漆黑之中闪着荧光 老公 你做什么 那双涂着粉红眼影的美丽眼睛 突然变成恐惧 那根针 重重的捅进她的脖子 很快 她也不再动弹 接着 她把小刘的指纹印在针管上 再把针管扔到桌子下 随后她把台式电脑的硬盘拆掉 再把两人的手机内存清理干净 伪装完谋杀现场 她把小刘装进袋子拖走 莉莉亚则孤独的留在那个漆黑的小房间内 等着被人发现她腐烂的尸体 大公告成 她都能想象新闻会怎么写 同居男友杀害社皇女主播后消失不见 现在 只剩最后一步 一路上 黄文心情很舒畅 他开着小刘的破二手车 穿着他的衣服 窗户是开着的 冷风在车内吹拂 他驶过几条乡间小道 终于看到那片熟悉的丛林 这是他的地盘 他嘴上咬着手电筒 拖着一把铲子 上面系着沉重的麻袋 在夜色的林子中穿行 冷清的月亮挂在半空 风带着泥土的气息 麻袋摩擦路边 发出沙沙的响声 一棵大树旁有一片泥地 这是他发泄的地方 他和那些讨厌的动物 在这个地方有过很多交集 动物的尸骨都埋在土里 铲子在土上不停的搅动 微弱的手电在树林间晃动 黄文累了 想歇会儿 突然发现一个诡异的东西挂在树上 是一根粗麻绳 一个象征死亡的圆圈 在半空中微微荡漾 他正要走近 不远处 竟然亮起了烛火 一个连着一个 仿佛点亮了一条小道 火光照亮了一张桌子 桌前有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他正品尝着红酒 一阵悠扬的管弦乐 在四面八方传响 他似乎很享受 这在搞什么 黄文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滑稽的画面 这个阴森的林子里竟然有人在开派对 黄文抚下身子 悄悄靠近 一阵不安的气息笼罩了他 当足够接近 他终于看清楚那个男人的脸 那竟然是榆林的老板 老板抬起头 看向黄文躲着的树后 黄先生 您来了 黄文被吓得一动不敢动 这是在叫我吗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一定是巧合 这时候 两个高大的人影 悄无声息的来到黄文身后 他们全身黑的像乌鸦 声音低沉的吓人 黄先生 我们老板请您过去 黄文站起来 脑子彻底蒙了 这些人怎么会在这里 就像是一直在等着他 没等他发问 老板站起身子 起身握住他的手 恭喜你啊 黄先生 您成为了本季度 最亮眼的主播 什么 看来 您还不清楚状况呢 老板不知手上按了什么 一块木布 在他眼前降下 早已准备好的高清投影 开始播放着画面 这像是经过剪切的直播画面 而画面的主角就是他 从他在十天前 偷偷看直播开始 他误会鱼林出轨之后 极度愤怒掐死小区门外的黑猫 蟹愤 然后是他下药 以及等待鱼林死讯兴奋的神情 画面记录着他这段时间的所有惊险历程 有第三人称视角 也有第一人称视角 他那张满是狡诈笑容的脸 掐在莉莉亚脖子上的双手 被清晰的展现在大屏幕上 一条条弹幕在画面上飘过 他行凶的画面 被当成一项娱乐节目 放在隐秘的网页上循环播放 恐惧生生堵住黄文的嘴 您现在知道天眼是什么了吗 那阵熟悉的苍蝇声又在他耳边环绕 密密麻麻的一群苍蝇 在他眼前拼凑成一个眼睛的形状 他们的眼睛就是天眼 他在家中 每时每刻听到的苍蝇声 都是被监视的声音 你们想 想要什么 他的身体被恐惧控制 试图往后退 却被两个大汉声声隔断 老板还是满脸的笑容 又喝了一口红酒 这是一场真人秀直播 您是主角啊 我是主角 难道这一切 都是他们策划的 难道那两个人 您说小刘和莉莉亚呀 他们是对恩爱的情侣 给了点小提示 他们自然而然就知道 该怎么去捞钱 可惜的是啊 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死 这也是我们直播 吸引人的地方嘛 谁也不知道 剧本真正的主角到底是谁 黄文彻底绝望了 他以为完美的解决了一切 却陷入了一个更加黑暗的骗局 也就是说 让我杀了榆 鱼林这也是你们的计划 你也知道鱼林是我们的人啊 不过呀 他最近心事比较多 在公司发展的重要阶段 他竟然想要退出 那我们也只能让他用生命 为公司做出这最后一点贡献了 老板突然叹了口气 很多精彩的策划案 都是鱼林亲手写的 放弃这么有才华的人 我们也是迫于无奈 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嘛 他终于明白 他获得的所谓天眼 不过是为了蒙蔽他眼睛的把戏 借刀杀人 误导他害死鱼林 用敲诈把直播推向高潮 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真正的监视者从来都不是他 也不是那两个诈骗犯 不对 他们怎么能预测 我会杀死鱼林呢 假如我的反应很平淡 这一切不就泡汤了吗 黄先生 看来你还有点疑惑 为什么是你 对吗 黄文不敢想 难道他的那些小秘密 全都被发现了吗 黄先生啊 天眼很早之前 就监视着鱼林 也监视着你 我们知道你是什么人 你最爱看的 不是幼稚的色情直播 而是那些残忍的 血腥的 变态的 你会用的杀人手法 我们都知道 不就是你用来折磨动物 偷偷买的非法药剂吗 在这等你 是因为很清楚 你在这都做过什么 那些小动物痛苦的尖叫 让你兴奋 对吧 那群人通过天眼 把黄文研究透了 他的所有行动 都是被诱导的 他想起天眼里 出现的那瓶红酒 那肯定是这群人 让莉莉亚和小刘 故意作秀 诱导他 用头包类药物 杀害鱼林 这场直播的发展走向 全都在掌控之中 客户对于市面上的直播呀 早就厌烦了 你的演出是最本质 最真实的人性 你的计划简单 高明 你的表演无与伦比 太让人惊喜了 你还让莉莉亚 穿成鱼鳞的样子 我的天哪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呀 光是这一幕 就足以载入 直播界的史册 老板兴奋的 有点喘不过气 声音几乎都哑了 黄文只觉得 苍蝇绕在他耳边 嗡嗡作响 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就为了让我 做一场杀人直播 客户的要求 总是刁钻的 他们想看人性 你就是人性 到底是哪些人 喜欢看这样的东西 黄文心里边 黄文心里边 渐渐有数了 他们有的西装革履 有的一身名牌 他们是贵妇 是企业家 是有钱人 他们在看着我 看我堕落 看我屠杀 看我像只蚂蚁一样 被玩弄于鼓掌之中 黄文心里有一万个不甘心 却毫无办法 他是一个证据确凿的杀人犯 一门虎头闸已经悬在头上 他就是蝼蚁 跟鱼林 小刘 莉莉亚 一样 他只是个生动的素材 颁奖仪式开始了 您准备好了吗 灯光聚焦到了那一根 悬在半空的绳子上 黑衣男人 搬过来一把椅子 黄文意识到 那是为他准备的 你是想当一个变态 杀人狂死去 还是当一个为妻子 殉情的好先生呢 这是给你的选择 老板嘴角上的笑意 让他想到了撒旦 恶魔 这群人就是恶魔 你可以用生命 进行最后一场直播 换回你的名誉 或者试图逃跑 被我们永远抹杀 我保证 只要你选择那根绳子 这些尸体和痕迹 我们都能替你处理掉 想想你老家的亲人 他们可能一辈子 都抬不起头啊 黄文贪婷 黄文贪婷在了地上 这个意思就是 他今天不可能活着 走出这片林子 他所选择的 只是一种死法 他们想看着他 挣扎的走向脚形台 悲愤又无可奈何的 了结自己的性命 混蛋 恶魔 你们是恶魔 你们是恶魔 黄文眼泪鼻涕一起流 就像一个三岁的小男孩 在路上狠狠的摔了一跤 周围是一片 冷漠旁观的人群 撤吧 老板招了招手 两个大汉绕过了黄文 那三个人 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 只留下一句话 在树林里悠悠的飘荡 做出你的选择 记住 我们在看着你 苍蝇嗡嗡的在四处飞舞 那根绳子在半空悠悠晃晃 当接近绳子的时候 黄文发现这个圆圈 就跟天眼的直播间logo一样 像极了一只眼睛 他释然了 既然无法抗争 那就放弃吧 至少活着的人 不会唾骂他 黄文把头套进绳圈里 踢开了地上的凳子 绳圈在一瞬间把他脖子牢牢的套死 他的双腿在半空乱晃 越是挣扎 绳子越紧 怨恨 怨恨 拗悔 失落 绝望 夹杂在一起 混在了他的眼泪里 他恨 恨自己 为什么要走那一步 假如他不起杀心 鱼鳞也不会死 这全都只是个可笑的误会 他的眼睛 渐渐变得模糊 可突然 不远处的麻袋 竟然动了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 难道 药剂出问题了 可麻袋里的小刘 活生生的爬了出来 一个曼妙的身影 扶了他起来 暗无边际的丛林里 一身黑色连衣裙的女人 慢慢走出来 他在笑 他很美 鱼鳞 鱼鳞他没有死 黄文紧紧的抓住圣圈 双腿无力的乱晃 他在挣扎 他不想死 不能死 鱼鳞是来救他的 对吗 这种假设 他自己都不相信 接下来出现的 是武警官 以及诊所里的医生 只不过这次 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制服 原来 他们根本就不是警察 也不是医生 那是一场 精密算计的演出 老板折返回来 他抱住了鱼鳞的腰 亲了他一口 黄文什么都做不了 虎头扎已经砍下了 他无法呼吸 无法呼救 不能做的只有垂死挣扎 在这个直播圈套里根本没有死任何一个人 小刘活着 那莉莉娅也是 死的只有他 他完完全全被骗了 所有的人都在表演 包括刚才老板说的一切都只是为了逼死他 谋杀 敲诈 全是假的 绳子坚韧的细腺 把他的指甲 拉开一道 又一道口子 他还在拼命的挣扎 想逃脱这个死亡的圆圈 看着鱼鳞脸上的冷笑 他愤怒 他不想死 求求你 方国华 求生的意志 让他连愤怒也不敢 那憋得红彤彤的眼球 竟然流下一滴鲜血 没有人理会他 他们只是默默的看着 就像在安静的欣赏一出话剧 一切都模糊了 一切又变得真实了 黄文似乎看见了无数真实的幻觉 苍蝇在房间内乱飞 很久之前 鱼鳞就开始躲在书房里写着直播的策划 他们公司的员工在一个大屏幕上 看着他虐待动物 分析他的性格 那间小诊所里面 鱼鳞被化上死人的妆 一群人扮演警察和医生 还有他们趁着他出门 进入书房 把药剂全部替换 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中 一场盛大的直播秀 以虚假的谋杀开始 最后呢 以极具嘲讽的自杀 宣告结束 鱼鳞依卫在老板的胸膛上 满脸的戏血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黄文拼尽全力 想骂出来 可嘴里唧里咕噜的啥也说不清 最后他的双腿 不再动弹 以天为幕布 以地为舞台 半空中 挂着一具 带着残酷美感的尸体 他已经死了 身体还在条件反射的跳动着 仿佛每根神经都表现着不甘 周围是轻轻飞舞着的苍蝇 正连接着无数神秘的会员观众 他们感叹 惊呼 点赞 打赏 而那一群冷漠的始作俑者 站成一排 那一双双眼睛 仍然留恋着这副美景 哎 你知道观众最喜欢看什么吗 是什么呢 是人临死前一刻 那一刻 眼睛是最丰富的 绝望 不甘 愤怒 仇恨 挣扎 全都在那一个瞬间 那黑色的帷幕 就是 人生的精华 特殊职业故事 下期再会